大家好 我是郭大蘭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呢 我們在選擇一個有校色功能螢幕的時候 要怎麼樣選擇這個合適的校色器 才能夠把螢幕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這個中心有一個關鍵就是 如果你選擇的校色器呢 跟螢幕之間沒有搭配的話 它就只能進行軟體校色的功能 那如果一切都連上線的話呢 它就能夠啟用硬體校色的功能 我給大家看這個兩款校色器 一款是這個艾瑟麗的i1 Display Pro 你看這個 裡面它這個鏡頭的設計是不錯的 我們只要把這個鏡頭蓋 我們只要把這個鏡頭蓋懸開來之後呢 裡面就是一個透光的鏡頭 那它可以把顏色的資訊呢 直接傳到後面的感光元件裡面去 然後左手邊這個是更常見的 Spider 5 Pro的版本 或是Elite的版本 那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購買的是ViewSonic VP2768 這一類的硬體校色螢幕的話呢 它預設的搭配是直接選擇了i1 Display Pro 所以要小心啊 你如果買的是Spider 5的話呢 那就沒有辦法直接用硬體校色了 硬體校色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它的顏色並不會減少 因為它是直接更改你螢幕內建的顯示晶片 去更改螢幕的顏色 而不是去像這個Spider 5一樣 Spider 5這類軟體校色功能的校色器呢 它是更改你電腦裡面顯示卡的數據 去迎合那個螢幕 把螢幕的顏色降到 相對來說比較符合標準的顏色 所以這兩種情況是不一樣的 就要透過這個解說呢 大家可以清楚明白說 原來這兩種校色器的差別是在這個地方 在那種GP張